大家好 我是小镇小明 我这儿呢 结一段 我今天跟Alexander Mercurius 我们两个人周三的时候会 聊一聊这一个星期以来发生的事情 就是有关于最近 尤其是周六通过的那一系列的法案 他呢 看法 跟我有点不一样 我觉得他说的比较有道理 明天我们那个直播的时候再细谈 我这儿稍微结一段 你看他是怎么说的 然后我把那个班农说的那一段话呢 也放在最后了 这个我跟他的那个谈话里头 有提到班农这段话 大家看一下 那个翻译呢 就是凑合着看吧 我看他实在不对的地方 我给改了一下 其他的就不好意思 让大家就是将就一下吧 OK 我还把那个 就是英文的和全部的中文的 这个链接都放在说明区 OK 然后如果你要想看 他全部的一共是 大概一个多小时吧 两种语言反正都有 那个中文那个就是翻译的 也是不是特别完美吧 就凑合看吧 你就放在说明区 如果有兴趣的话 然后明天早上 我再仔细聊一聊这个事情 OK 那好 那就先这样 谢谢大家 好的 说到台湾 我们来谈谈中国 所以现在布林肯要来了 总会有一些愚蠢的人 我以为在亚洲 我们可以平静几段时间 但我错了 你是对的 马克思小将允许在菲律宾部署中程导弹 这些行动是在布林肯访问中国之前发生的 现在发生了好几件奇怪的事情 在离开之前 布林肯再次指责中国新疆种族灭绝 这一指控已经多次被驳斥 还有文章讨论美国计划对中国实施制裁 这种情况在很多方面都不寻常 这里发生了什么 布林肯去中国 是为了威 写警告还是欺凌中国吗 这是他访问的目的吗 我认为确实如此 我一直在反思过去几周的发展 自从拜登通话以来 似乎已经做出了决定 这个决定与乌克兰的局势有关 美国意识到他无法赢得那里的战争 因此 他们正在寻找一种方式来弥补这一损失 他们现在正寻求与中国的对抗 他们计划将在乌克兰的失败归咎于中国 他们将主张必须保护台湾 以防止出于乌克兰的情况 我相信他们朝着朝着 对中国实施重大制裁的方向前进 当然 他们散布的故事 即中国帮助俄罗斯赢得了乌克兰战争 因此他们对中国进行制裁 这是没有任何根据的借口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已经非常清楚地表态了 中国媒体的文章 也对此进行了讨论 他们寻找借口对中国进行制裁 因为他们的政策现在非常注重与中国的对抗 中国一直被视为最终的对手 所以我认为这是他们的观点 至少是他们的观点 他们将中国视为对手 而不是中国对自己的看法 这就是他们正在做的 他们正朝着对抗中国的政策迈进 在台湾进行军事部署 并在谋售了另一家中国公司 针对TikTok采取行动之后 对银行实施了初步制裁 他们正在准备土壤 正如我所说 为在美国进行更多资产的总体谋售做准备 他们正逐步升级至一场重大对抗 这遵循了我观察到的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相同的剧本 你从小的制裁开始 然后升级到更大的制裁 你武装你的对手 你无视并忽略所有之前的承诺 你对你的对手发起大规模的宣传公示 对我来说 很明显 华盛顿的政治阶层现在正朝这个方向前进 当然与俄罗斯的情况并没有那么好 这样做对中国一个更加强大的国家 看起来疯狂 但那正是他们计划要做的 在我看来就是这样 记住 很多关于乌克兰战争的论点是基于这样一个观点 我们必须向中国展示 这是一种威慑 这个想法是 如果俄罗斯不能轻易占领乌克兰 那么中国就会被威慑住 不敢对台湾采取行动 这就是论点 然而 看起来这个策略并没有奏效 尽管如此 他们仍然争辩说 因为乌克兰战争正在失利 我们必须阻止 另一战争 他们将其阻止侵略 所以无论战场发生什么 实际上 他们总是找借口 挑起更多冲突 没错 这绝对是真的 我经常做这样的评论 这已经与我紧密相关了 这些人没有到党 他们不知道如何收手 或何时停止 相反 当他们遇到问题时 他们的本能不是停下来 思考或后退 而是他们会更加加速前进 正如你正确指出的 针对乌克兰的全部理由 是为了削弱俄罗斯 展现决心 并向中国证明 如果他们攻击台湾 结果会他们 是为了削弱俄罗斯 并没有奏效 它是在河满 俄罗斯并没有特别 相反 它被加强 它的就是过时 执币 的肩膀 的肩膀 这一切变得更加有效了 所以你不会逆转方向 你不会对自己说 嗯 那不奏效 让我们改变我们的方法 显然事情并没有按照我们的意图发展 相反 你转向中国 一个远比较强大的国家 然后再次做同样的事情 你武装台湾 从制裁开始 谋售资产 具体来说是 中国的资产 例如 TikTok是一家中国公司 我们永远不要忘记这一点 所以 你谋售中国的资产 向中国人展示 你准备接管他们的投资 如果你窃取俄罗斯的头 与其调整他们的反应 承认自己可能没有他们想象的那么强大 他们却做了相反的事 他们不能承认弱点 相反他们加倍甚至三倍的加注 把越来越多的筹码放在同一个号码上 然后旋转轮盘 我想起了JD Vance在我认为是一次非常勇敢的演讲中所说的话 他指出 今天的美国不再是1940年代的美国 我们不再拥有对我们选择的对手的工业优势 我们必须接受我们力量的限制 然而 华盛顿的政治阶层和控制他们的深层国家 拒绝接受这一现实 他们无法面对这一点 换句话说 布林肯此次访问北京 是否相当于战争爆发前维多利亚纽兰访问俄罗斯时的情况 仿佛在说 这是我对你的最后警告 布林肯是这个意思吗 是的 这看起来像是对中国的严肃警告 是这样的吗 A serious warning to China is that what A final warning to China 对墨克斯领网上发的最后警告是无几乎不切实际 中国究竟做了吗 而应收到这种警告 金融时报上有一篇文章似乎比较接地气 如果我们不陷入修辞 实际上退一步看俄罗斯和中国之间的贸易 我们会发现 这种贸易与这两个国家的规模 以及它们是邻国 这一事实相比 是相当成比例的 之前人为的低的贸易水平 现在仅仅是达到了预期的水平 这里没有发生任何邪恶或不寻常的事情 所以他们与邻国进行贸易 并与之保持良好关系 他们也寻求与所有其他邻国保持良好的关系 他们不会与任何国家开战 也没有遍布全球的军事基地 尽管如此 他们仍然被视为敌人 这种看法导致了基于这一假设 构建了一整套行动哲学 这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与中国的对抗 一个和平的国家 我在一篇美国 《You course the children》期刊的文章读了 美国会赢得一个对抗中国的战争 文章认为 尽管中国拥有庞大的能力 但他们实际上从未参与过战争 他们的军队缺乏我们所拥有的经验 这是我们因为拥有他们所缺乏的经验 而处于更强的位置 我们知道如何使用这些武器 而他们不知道 尽管承认他们的和平本质 但将他们标记为侵略者 却是自相矛盾的 这种情况令人困惑且难以分析 然而向这个和平的国家发出最后警告 似乎是矛盾且难以证明的 最后的警告听做什么 你在警告谁 你在警告中国 这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国家 拥有比整个西方集体还要大的工业基地 它有着数千年的国家治理传统 正如我所说 这已经超出了任何理性分析的能力 但这就是我们所处的局面 再次我提出了这个标签升级的Future 这都是我们所看到的 是的 我认为这次有点不同寻常 因为在他抵达中国之前 已经有了一些反应 例如 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 就被问及此事 我发给你链接了 对吧 他是这么说的 在这所谓的人权报告中 美国批评了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人权状况 但对自己却字都没提 这只是双重标准的右翼例证 美国的霸权主义 专横跋扈和欺凌行为 连同其自私和伪善 都被清楚地展现出来 如果美国真的关心人权 他应该认真解决国内诸如枪支暴力 毒品滥用和种族歧视等问题 这些都是对人权和尊严的侵犯 他还应该反思其在其他国家的干预行动 以及由于美国提供武器和资助各地区冲突 而导致的人权灾难 美国忽视了袈裟超过100万1000名平民的伤亡 并且连续四次否决了联合国 而安理会关于袈裟立即停火的努力 这清楚地表明了人权对美意味着什么 这其中最引人注目的首先 这些人平时你会认为 他们在闭门会议中才会这样说话 他们不会把它公开化 而且他在布林肯到达之前就这么说了 对我来说 从我发给你的那个链接 和一些其他文章中得到的总体印象是 中国给布林肯的信息是 我们不得不接受你 因为这是习近平和拜登同意的协议 因为拜登在去年的会议上提出他想派他来 所以习近平同意了 这就是我们接受你的原因 但在深处你并不真正受欢迎 我们知道你在搞什么 这是中国想要传达的信息吗 我认为这完全正确 我经常说的另一件事是 外交的第一准则是 不要虚张声势或威胁中国 如果你虚张声势 中国会揭穿你的虚张声势 如果你威胁中国 他们会拒绝你 这正是将要发生的事情 中国人对威胁的反应不好 有着非常充分的历史原因 任何熟悉现代中国历史的人都明白为什么 俄罗斯人在1960年代发现了这一点 并且从未忘记这个教训 看来美国人将不得不再次学习这个教训 是的 所以有另一个视频在中国流传 但我在西方几乎没看到 史蒂夫班农 对吧 史蒂夫班农其实是相当反华的 但他说的话我觉得非常惊人 就是这样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并不是每个北约成员国都是我们的盟友 你知道谁在战场上牺牲加入了德国军队吗 是俄罗斯人民 俄罗斯人民和中国老百姓 老百 姓在中文里的意思 他们对抗了日本帝国军队 然后又对抗了纳粹 他们损失了一亿人口 在这个国家的历史上 我们曾经拥有的两个最伟大的盟友 为了成为美国的盟友 牺牲了更多的血和泪 现在却被视为我们最大的敌人 为什么 深层国家抛弃了他们 为了自己的计划 他们想要我们参与世界大战 我认为这来自史蒂夫班农的话 非常了不起 这真是相当了不起 不幸的是 我也感觉到 他在美国曾经拥有的影响力 已经丧失了 我的意思是 他曾经与唐纳德特朗普非常亲近 但我认为那段关系早已结束 所以我想说的一件事是 斯蒂夫班农的言论 正在吸引越来越多美国人的注意 而当这一切糟糕透顶的时候 这是必然的 你知道的 不管是在乌克兰 还是在台湾发生冲突 我担心这现在高度可能 这些现在被说出来的事情将变得重要 它可能会对美国未来的政治讨论产生影响 但至少在目前 斯蒂夫班农所说的很重要也很有趣 这也是完全正确的 然而 正如我提到的 这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 他没有提及这一点 但这是历史学家们众所周知的事实 我相信在中国也是如此 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中国内战期间 毛泽东和周恩来向美国人传达了这个事实 他们说 我们不是要成为你们的对手 我们是你们的朋友 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们 我们是你们朋友 为什么你们在这种方法 中国人 老百姓 那是中国人 老百姓 那是中国人 都很可怕 但是在世纪二 每个人的NATO 不是我们的党 你知道谁死在海洋 准备了英国的党围吗 那是俄罗人们 死在海洋 那是俄罗人们 和中国人 老百姓 军困了英国的党围 然后战争的Nazis 他们失败了100万亿 两个最大的党围 我们的最大的党围 我们的最大的党围 那给予更多的党围 在美国的党围 而是美国的党围 现在我们最大的党围 为什么 因为他们的最大的党围 他们的自己的党围 他们想我们在世界上 世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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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上